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大卫跨过的另外一个 我们爆料革命坚决不允许的红线 就是把这个手伸向女战友的扩腰带一下 因为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争风吃醋 他的这个九成格格 是把大卫手机的信息发到了英喜的群里面 这样的情况下 大卫和他那个刀销面位和九成格格 这个公斗剧这种关系才曝光 大卫本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而且在前线 他和这个九成住在一个房间是不避讳占有的 就在我上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 仍然不断有占有在给我这边再补充材料 原来他和这个九成在前线住的房间 他们居然带桑纳带泳池的那种豪华套房 我真的想骂人呐我现在 你们知道我们是多苦啊 咱们的媒体团队 他们是四五个人睡一间 四五个大男生在一起 谁先睡着谁有幸 为什么剩下的听了打呼啰 就再也睡不着了这一个晚上 当时小小妹在现场 追问这个大卫和九成 你猜这大卫说什么 关你什么事 不该管你别管 我们是真爱 对那个九成在办公室 在英国办公室的时候 尤其是大卫的老婆去办公室找人 这九成就跑到老马和这个卓马的家里去躲 他在前线的时候和这个九成格格住在一个房间 已经是这个不避人的了 战友们都是知道的 这个九成某人呢 我在前线我也见过 站着假睫毛来前线救援 最后一个给大家这个报个料啊 当时是在去年某时啊 这个大卫和九成是有一次这个争吵的 九成当时是刚从这个伦敦回到了纽约 给这个办公室的人发信息啊 说有一些东西要帮他收一下 结果的这支战友去收拾这些东西 发现里面什么呢 有非常重口味的这个性情去用品 有一副粉色的这个SM的手铐啊 还有这个紧身裹胸的制服装 还有这个角色扮演兔女郎服装啊 包括这个兔耳朵兔子服 还有这个兔子圆球毛绒尾巴等等这些用具啊